大家好 剛剛向下追蹤這邊有 所以剛剛同學怕打錯啦 你就看一下我這邊有把那個我寫好的放在上面 好 再來的話把它改成兩欄呈現 那兩欄呈現我剛剛講過 其實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全部的話 等一下怎麼做 那其實主要我如果要把它變成左右的話 那其實這個跟什麼 跟它的編號有關 有沒有 假設輸出的話是一號 這二號 假設給它編號 三號 四號 五六七八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什麼時候放左邊 當它是單號的時候 什麼時候放右邊 當它是雙號的時候 所以呢 只要我們可以寫出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就是什麼 判斷說它的編號 它的編號如果是單號的話 那我把它放在左邊 如果是雙號的話 我把它放右邊 大概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左邊 右邊 左邊 那就好解決了嘛 那第二個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呢 什麼時候要讓它換到下一列 所謂的下一列就是 我們輸出這兩個一定是在 M1 跟 R1 有沒有 都是 E 嘛 然後再下一個的話 這邊應該是 M11 有沒有 然後這邊應該是 R11 所以 什麼時候讓它換到下一個 這邊下面應該是 21 有沒有 這邊是 21 所以 之前是 1 再來就是 11 再來就是 21 可是這裡是 1 1 11 11 21 21 有沒有 所以你要考慮到這一點 你不能每一次都讓它 都讓它往下 如果是 一直讓它往下這邊 一邊邊 然後它 這邊飄到這邊 然後跳到這邊 就不對了 OK 所以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程式寫出來呢 根據這個邏輯 我把程式稍微改一下 OK 所以以後啦 如果假設你可以做到 你的邏輯想到了 然後你也知道那個架構 補上你需要的東西 程式寫出來 沒問題 其實我覺得蠻好玩的耶 然後馬上就是照你的方式排列 感覺真的很不錯耶 而且 排出來就是一個 Dashboard 其實 像現在有個軟體叫 Power BI 它的賣點就是賣這個 就是所謂的 Dashboard 可是你如果可以自己寫的話 那 Power BI 裡面不能寫程式 它是客製化的 我覺得它彈性很小 那如果你要彈性很大的話 其實用 VBI 來寫 真的寫出來的東西也不會差 也反而我覺得更勝一籌 OK 那只是說要怎麼改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是把那個全部折現 這個人民 美元跟人民幣 增加一個 2 那一樣我們把全部折現圖 再增加一個 2 但是目前全部折現 2 跑的結果不對 所以我們就在底下 哪個地方加 第一個 我剛剛提到就是 單號的放左邊 雙號的放右邊 那這個號碼的話 其實就是 for i 這個 i 的值 其實是 1 到 10 啦 因為有 10 個欄位嘛 那 1 的話 1 號 2 的話 2 號 所以它一定是 1 2 3 4 一直到 10 OK 所以我底下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在 4 回圈的下方 這個下方按 Enter Enter之後的話 再加一個 Tab 鍵 然後跟它講說 如果單號的 那我就做單號的式 雙號的就做雙號的式 所以直接在底下加一個 if 邏輯判斷一下 if呢 那邊號就 i 啦 i 如果除以多少的余數 所以其實最簡單判斷單數 雙數就是 除以多少的余數 除以多少的余數 那應該理論上除以多少的余數 除以2嘛 所以我們就是加一個 Mode 那這個 Mode 其實就是求余數的一個運算值 這個 Mode 就是除以多少 除以2之後的余數 假如等於多少 等於0 等於1的話 等於1應該是單數嘛 那反之的話應該就是雙數啦 有沒有 那如果等於0就是整除嘛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 所以如果當1除以2之後余多少 沒有整除嘛 所以余1嘛 所以1是單 那如果3除以2 3除以2多少 余1嘛 那如果5呢 5除以2還是余1嘛 所以單數一定是余1 那可是24680 如果2除以2整除了 有沒有余數 沒有余數嘛 4除以2也是整除 所以我們藉由這個 Mode 來判斷單雙數應該是最簡單的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有別的想法可以 反正你只要想得到 可以喔 那個邏輯 判斷說它是單雙數都可以 有沒有它是什麼方法 你想想看 主要是簡單好 記最好 ok then 然後呢 所以 if的寫法是if 邏輯判斷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判斷式 那enter兩下就打個else else的話就反之 反之的話就是雙數的部分 所以如果這個是余數唯一就是單數 那反之的話底下就是else else的話就是偶數部分 所以我們就是當它是單數做單數的事 偶數做偶數的事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底下這個層次 直接把它複製貼到下面就可以 可是要貼兩次喔 但是特別注意喔 單數的時候呢 請你把這個單數複製過來 複製過來 那記得喔 複製的時候不要複製 底下的這四行喔 本來有四行對不對 那最下面這一行不要複製 你說為什麼不要複製 因為單數的時候不需要加10 為什麼 因為它還在同一列 那什麼時候要加10 就是當它是偶數的時候 才換到下一個10列的位置 所以喔 記得複製的時候 你就複製前面三行 放在這個地方 我是建議啦 你要按個TAB鍵好了 這三行按TAB鍵 如果你沒按TAB鍵 感覺看起來不太清楚 所以一般習慣會縮排 讓它下一階 OK 然後再把這四行呢 放到else的下面 我用移動的好了 把它拖拉過來 然後記得一樣 也把這四個按個TAB鍵 這樣OK了 所以單數做單數四 雙數做雙數的四 好 但是問題我還沒改 所以我要改哪些 剛剛還記得吧 美元折線圖是 就是它是基數的吧 所以這邊改哪裡 第一個 V寬度的部分都改為5 OK第一個 那單數部分一樣是M嘛 有沒有 所以這個M的部分不改 那可能要改的地方 然後就底下這個R 有沒有 這邊把它改成R 偶數的部分呢 讓它換到R 那一個儲存格 那個藍的位置 有沒有 那其他還拿哪裡改 記得好像只有改這個嗎 美元是改這個 然後人民幣好像改這個 跟這個嘛 那OK了 好了 陳氏寫完了 好 來讓讓讓讓看 有那麼簡單嗎 理論上 我本來是這樣想啦 但是寫完的結果 是不是正如我們預期的 當然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 足行跑 我先把舊的刪掉 刪掉 我是建議如果你沒把握啦 你可以把它縮小 有沒有 然後讓它按F8 慢慢跑 放這邊好了 這樣看得到 OK 然後讓它知道說 我們怎麼跑 按F8 然後你確認一下 它的列對不對 列43嘛 然後這個往下 那所以M的 那如果假設你不確定的話 I現在等於1嘛 那所以Im的2 你把它選起來 移到上面 它會告訴你結果 Im的2的結果等於1啦 因為1除以2的余數為1 是不是等於1 所以你把它再選 等於1的部分選起來 它會告訴你是True 等於True 那等於True的話 有點像是 它就走的是這個部分 True是走這裡 Force是走這裡 所以True有點像分到 左邊右邊嘛 就很像你進捷運站一樣 閘門嘛 你如果B就進得去嘛 你如果沒有B 你可能就只能走旁邊的 OK 你不能過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讓它 所以它跳進來對不對 那就做單數的事 那單數的事 就把美元的折線圖畫出來 有了OK 那再來的話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I等於2 OK I現在等於2 有沒有 所以I2的結果等於多少 等於0 那等於0 是不是跟0等於1嗎 當然不是 所以Force Force的話它會跳哪裡 有沒有看到 它就跳到L10 所以L10的話 它就跳到這邊下面 所以它跑偶數的部分 那偶數的話 就把偶數的圖 它放R的地方 畫出來了 然後呢 那K再加10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已經放完 它應該再放到 第10列的位置 不然如果沒有加10 它就蓋過去了 就會變成疊在上面 不對 OK 加10 然後一直往下 那底論下面應該OK 所以我就 不再跑歐元 這樣跑出來 感覺還滿好的 這樣就有個dashboard出來了 OK 好 所以我把它全部執行 看一下結果 滿好的 所以其他匹別 我們也可以順便觀察 但是如果你假設 縱向放 你就沒辦法看到 這麼多細節的圖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最好把它全部 剛剛放在一個工作表 然後慢慢觀察 10種匹別 互相的交互關係怎麼樣 所以像有時候 那個美元指數 如果你要觀察 美元漲跌 可能還是要看一下 美元指數其實 關心到很多其他匹別 OK 最後把它刪掉 跑完之後 我總結一下 全部折線圖2 我到底改了哪些地方 OK 所以剛剛第一個 我是拿上面來貼過來 改個2 給第一個 第二個我是在 4圍圈下面 多增加這個 邏輯判斷 if 這個是邏輯 所以這個很重要 然後 else end if 以後的話 只要你要寫一個邏輯判斷 架構都長這樣 所以以後都固定 差不多這個架構 然後底下這四行是原來的 幾乎沒改 上面其實只是複製前三行 最下面這一行沒複製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加10 如果你加了10 它會跑很奇怪的形狀 OK 其他的部分的話 自己再改一下 這邊一定要是寬度5 然後底下這個改成R 基本上其他都沒改 OK 試一下好了 好 最後再加一個按鈕 也許你在旁邊 假設有做過的東西 你可以自己在底下再加一個 全部折線圖 然後把按鈕貼上之後 重新指定 它的 聚齊 然後呢 把上面的名稱 也把它再改成叫全部折線圖2 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 看起來就還蠻OK的 看一下 不對 指錯了 應該是指 指到這個 應該是指 全部指這個 OK 這樣的話呢 我就按一下 全部出現了 然後再刪圖 感覺還蠻好的 這個是一個 這是刪掉 全部 當然你說老師 我覺得兩個好像又不太夠 我希望能夠跑三個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如果要跑三個怎麼做 這個其實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要重新再 再增加一個 美元折線圖2 然後人民 也可以啦 但你分析一下 其實基本上如果假設 因為總共十欄 好像要放三個放在下 所以你乾脆放三欄好了 有沒有放到這邊 三個三個三個 然後三個到這裡 有沒有 所以其實就是 MPS S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MPS的話 那變成說多一個邏輯判斷 那如果你說老師 那我要三個怎麼做 可不可以 其實很簡單 你再加一個條件判斷 就OK了 也就是說你將來要怎麼放 我覺得彈性都非常大 所以以後如果你具備有這個能力 以後你要當一個很專業的分析師 我覺得才是稱職的 因為現在很多分析師 不懂程式說真的 哇他真的太累人了 所以現在那個金融業 真的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大的一個革命 因為老一輩的都不會程式 所以反而你們現在年輕人 是非常有優勢的 因為他們不懂嘛 那你懂的話 他們一定這個方面一定不如你 但是現在企業需要的 就是需要會程式的 所以這就是你們的利基 那千萬不要說你學了一些老東西 你老東西怎麼學都學不過他們 他們每天在那邊運作的 他大概不一樣熟 你要超過他不可能 但是你要利用程式超越他們太容易了 OK所以我覺得你如果他 那將來如果說每個領域一樣 一定會有新陳代謝的 所以千萬記得不要一直走老路 老路真真的 現在很多時候不缺會那種 舊東西的人 而且老的技術會被淘汰 所以那些老人慢慢也會 需求越來越小 所以需求很大就是會新東西的 沒有人說你會這些沒有用 現在如果你會這些東西 那就是你履歷上面一個很大的亮點 OK 我想各行各業都會非常需要 因為我最近接觸的好像很多 企業的內部的考核啦 內部的考試 考什麼 就考這個嘛 你要升遷 好我們來找那誰可以升遷 就考核誰具備有這方面專業嘛 如果沒有那當然不可能去升遷他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樣要twin而出的話 真的還滿建議各位 可以把這些東西下一點功夫 以後的話看到什麼可以寫出來 那真的就是你的專業了 好試試看